但是台北市长好龙兵突发奇想要把监视器拿来抓违规停车 引发了民众反弹 而议员也不满 批评市府当初是花了12亿的人民纳税钱装监视器 应该是要维护治安 但最后竟然拿来抓人民违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脑残的政策 我觉得如果好市长每次都想一个天龙国政策 在任何政策宣布之前都不愿意好好去思考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市长了 那你这样子就整个警察来治国就好 监视器到底可不可以检举开单 柯P想做还很坚定引来了反对浪潮 但他决定就是决定了 还中炮开轰批评他的人不知变通 奇怪 人法律是服务人不是人去服务法律 你要问我问我的评语 脑袋装大便 脑袋装大便